接下来要为大家展示的是琵琶演奏家、教育家、中国音乐学院博士生导师刘德海教授 作为即演奏、教学、作曲和理论于一身的琵琶演奏家 82岁高龄的刘德海先生多年来秉承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道路 开创了琵琶艺术的新古典音乐风格 具有传承性、时代性和前瞻性 下面我们就请刘德海先生为我们演奏他本人在2016年新创作的作品 琵琶独奏曲《听茶》 共同品味音乐中的茶文化、茶人生 有请刘德海教授 大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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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1949年,新中国成立,我是第一代上线队队员,学的是笛子,吹的是东方虎。我从一个不会谈琵琶的人到今天,能在这个场面,这个成就,在我爬了七十年的爬坡,都还琵琶行。 让我都回到我的恩师很多,我想到我的筹冰派,吴续派的常安和老师, 汪派的,汪玉廷,孙玉德老师,皮肤派,杨大军老师,还有我的恩师,浦东派,林世成老师。 没有林世成老师,我不会跟大家见面,所以今天的音乐会也是敬茶,敬我四位老师,用我的普洱茶来敬四位老师。 敬我老师,喝茶。 四位老师,喝茶。 我很想要你。 亚大军老师,喝茶。 到我们这里来。 葡萄牌老师,林老师,喝茶。 我给老师们今天喝普洱茶。 我们就听茶。 葡萄牌。 葡萄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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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